韩国人世俗和CN部首次访问香港 大批粉丝早在机场主台等候 CN部在中午时分抵达香港 当成人们不出街地大堂 遇百名粉丝狂呼尖叫 其中郑融合、李忠贤和江母贺都戴上墨镜 而李真信就不时露出亲切笑容和粉丝打招呼 虽然CN部没有安排接受传媒访问 不过他们都乖乖地站定给大家拍照 当CN部选择离开街地大堂时 江母随之风涌而上 保安更是鼓起人墙包围 游民男的可以近距离接触偶像 当然不会放过任何机会 顺势送花又送礼物 不断追击保安的人墙 虽然令CN部寸步难行 但他们都很有礼貌地接受所有礼物 更不时以微笑答谢 CN部经过足足45分钟的坚持步行之后 中央走退机场大堂 坐上白色把母车离开 粉丝们不舍得向偶像分手道别 CN部的歌迷大部分都是年轻少女 有些女孩子终于可以与偶像握手 开心得不得了 到了晚上 CN部在新界的母家商场举行签名会 并签名粉丝一脚就把商场重重包围 而CN部的成员们 在以西服重装配上紧身裤身身 帅气十足 还用热语跟大家打招呼 而曾经也出过韩剧 原来是美男的队长郑云和 零气最旺 在斯林哥里的欢呼声叫个不平 CN部大合照完了以后就在现场举行签名会 当指挥为其中一百位姓名而签名 在场有份得到签名的歌女们都表现得十分紧张和兴奋 在签名活动上不知是否因为墙内人多的关系 让气温不断上升 工作人员立刻拿起风扇吹向他们 还以援手拿扇子当四位成员降温 十分大牌 CN部接受到香港的行程十分紧密 只有短短三天时间 他们都表示非常喜欢香港的美食和想到香港的山顶上拍照 CN部到香港除了出席活动以外 还会举行小型音乐会和粉丝聚会 据悉聚会门圈早已被各地院民抢购移空 预计为组合带来高达30亿韩元 约2000元港元的收入 注意影证组合的受欢迎程度 搜狐娱乐播报香港报道